说起娱乐圈的孤老女神,首先想到的就是白娘子赵亚之,如今都已经是60多岁的人,但营兵上,我们看到的她依然如妙林少女般满脸的胶原蛋白,丝毫没有岁月的痕迹。 赵亚之可谓是典唐级演员,在全球华人世界有广泛知名度,其优雅高贵端庄大部分形象深受人们赞誉,被誉为中国古典第一美女,最能代表东方美的女子,一个时代的坐标。 如今的她依然保持着积极的生活状态,谁能想到,一个60多岁的女人还能有她这份温婉美丽,高贵优雅,婉约大气,不如而立之年。 昔日的白娘子不但没有变老,反倒愈发体态优雅,处处体现着成熟女性的魅力,然而这也是每个女人都梦寐以求的结果,希望自己永远不会老去,为了得到美丽的面庞,很多人通过整容来变成自己喜欢的模样。 比如像赵雅芝的粉丝,一位来自湖北年国62岁的王婆婆,为了能够有勇气会见自己的初恋男友,不惜花重金整容,想把自己变成赵雅芝,为了能够实现梦想。 王婆婆前后两年整容手术做了十次,付出了巨大的肾心压力,终于如愿以偿。 手术的成功让王婆婆看到了美丽的自己,很多朋友称她为励志婆婆。 通过照片对比,整容后的王婆婆的确比同龄人年轻很多,身材也保养得很好,为了见自己的初恋可谓真是拼拉老命。 不过有一件事情非常遗憾,王婆婆的初恋男友已经去世了。 得知这个消息后,王婆婆并没有后悔,虽然有人对她言辞激烈一些,但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,有勇气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,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。 就像王婆婆说的,我年轻过,你老过吗?